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的人间姻缘 要介绍一首歌 叫四海都有佛光人 各位看我请出的是这一张 哇好盛大的一个大合照 这个是在过去的疫情之前 那么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都会在总本山召开 当然前几年呢 现在讲起来 比如说1992年世界总会成立 那当然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市 那么另外第二届的大会 在总本山召开 那是93年了 94年在温哥华召开 95年在南天市澳洲 比如这样子 然后96年在法国 在法国那一年还宣布了 佛光山开山30周年要封山 像这一些 包含97年 特别是保留给香港 98年在多伦多 多伦多之后就是隔年了 就是大会 会员代表大会在总本山 然后理事会议 世界理事会议 就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协会 来争取去承办 所以佛光山真的是 借着这个大会 不管是会员代表大会 比如说我们如果组团 带团回山参加会员代表大会 这中间都会先表决说 这次要顺路经过哪里去参访 真的 这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还可以结万种缘 当然在佛光会 一定可以做万种事 那总是呢 今天特别请出这一章 又待会儿请大家 不是欣赏这首歌而已 是请大家把它学起来 这首四海都有佛光人 是特别选是因为 最近我在帮忙 就是沃泰华协会 因为负责 十月份的大会 当然在线上召开 但因为也是世界总会 成立三十周年 所以呢 这个美西的副秘书长 是会东法师 那当时三十年前 在洛杉矶西来市 那会东法师西来市的住持 所以他非常的用心 也可以讲 他是很大的挑战 需要北美洲各个协会 这个共同在承办的同时 真的都承担了相当的工作量 所以我们在前两天 就这个筹备会议 第三次召开 那就是所有的协会 这些参与工作的人员 各个组别 这一二十组 大家报告 我刚光是看这些报告 我都觉得 佛光人实在是了不起 因为大家都是工作 家庭 忙进忙出 然后要忙会晤 要当义工 像这些 而这一次呢 在用这种线上 类似像那种 那种大型的那种博览会 我们到一个博览会去 各位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不管是哪一类的 你会就是到不同的展厅 不同的zoom里面 或者不同的区域 有的楼上楼下 有的这一区那一区 看你要去看的东西 这样 那这一次佛光会用的 在十月份召开的会议 筹备呢 是从去年就开始的 那应该选择一种模式 模式定下来 特别是今年应该过完年后吧 已经就是告诉我们 就分配到各个协会 哪边从行政 然后从哪里 开始 真的我是觉得是 非常庞大的工作量 那我也很惊讶 本来我们也不懂 什么叫V-Fair 就是说这种一种线上会议 当然那个是相当 我说是博览会的 那种大型的商展 或者什么展那种的 竟然我们佛光人也学习着在用 我就觉得说 因为惠东法是说 这三十周年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 也应该这个儿立之年 站起来了 要承担 已经都要跑得很快了 扛着任 那一个佛光会 三十年来在全球各地 不晓得做了多少事情 所以他采用这个方式 然后大家因为 试着去了解 我们光是听 其实听了 这个惠东法师也要争取 总会秘书处 荣师傅 宝和尚 还有绝培法师 他们要能同意 这么大的范围 那又向世界各地的副秘书长 各州代表的说明 他们不但同意支持 而且觉得 不是只有北美洲在办 这是为全球的佛光会在办 所以各大州也有一些 各大州的三十年来的 大师的弘法足迹也好 他的会晤 在当地的推展等等 包含在联合国 在各地的这一些 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把它 就是收集进来 这一收集 因为渥太华协会负责的是 佛光会的三十周年特展 那个展厅里头 其中一个大的项目 就是三十周年 所以刚刚各位听我在讲 九一年是中华总会 九二年世界总会 好像如数家珍 每天都要看好几遍 然后谢离方圆 他们还想办法 那个展厅就如同你 走进一个厅堂 一个展览厅这样走 视线由远到近 近到看到什么 这些呈现 然后用有您真好 这四个段落 四个字组成四个区域 当然了 今年的主题曲 就是有您真好 我觉得整个把它组合起来 真的真好 那总是呢 我这样拉里拉扎跟大家讲 就是成为佛光人 你的世界真的是 佛光普照的 那么很多事情 你会本来觉得不可能吧 我怎么会去忙这些 我怎么会去做这些 这些种种 你觉得不太可能的 其实加入佛光会 生命因此而丰富而精彩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接下来呢 人间音缘推荐这首歌 四海都有佛光人 刚刚请方员上网查了一下 因为我印象中 它是来自于原本的那一首歌 叫做四海都有中国人 四十多年前 原来 我印象中也是大概三十多年前吧 好像是持荣法师荣师傅 把他改编过来 然后带着我们 在活动中带动唱这样子 所以待会儿各位呢 你可以听着这个 他重复唱 但是那个画面呢 从我这样子看 就是有一年我们到 马来西亚新加坡 新马地区 那么有一次会议 是在一个邮轮上面 我还记得叫宝瓶星号 大邮轮上面开会 就从新加坡开到马来西亚 还是从马来西亚开到新加坡 一个开幕一个闭幕这样子 开会也可以是这样开 那另外就是在这首歌曲里头 这个应该是在 92010年的大会吧 总之也有十年前吧 那个大会 然后呢 各位看到的画面 随着这首 这个前面黑哟黑哟 然后我们是佛光人 我们的信心间 就信心很坚定 坚定做什么呀 把佛法传普遍 把光明照世间 就是 把佛法传普遍 把光明照世间 就这件事情 把佛法传普遍 把光明照世间 然后 你看你看十海 都有佛光人 就是用那个 都有中国人那首曲子改编的 那么 他会反复唱 但你看到画面 那个就是那一年的 大概十来年前的 这个大会在山上召开的时候 那个 我看到的也有报道的画面 也有 主要还是在 那个叫 有一个开幕典礼 有一个升旗仪式 然后 大师跟大家讲话 大家进场的时候 进场的画面 那个开幕典礼的进场呢 原则上呢 大家原则上都会穿上 你所代表的 国家的服装 或者说有特色的服装等等 就让他一看 这是来自哪里 那由我们的佛光青年 举牌 然后进场 你就可以看到 哇 真的 四海都有佛光人 那我想 除了是我们 北美洲27个协会 大家 这个真的是 怎么讲 分工合作 集体创作 大家分头去进行 真的我在这里 真的是要给 北美洲各个协会 要给他们掌声鼓励 大家确实是很辛苦 不容易 但是呢 活动会有办完的时候 到经过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真的 在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一次的 这个30周年的 我觉得 如果可以把它 很成功的举办下来 你就会很有信心 你成佛有望 再难都 也不会比这个更难了 确实不容易 但是 大家还是 全心全意 准备这次的理事会议 如果各位 你还没有加入佛光会 你一定要加入 那你加入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我们今年度的世界理事会 这佛光会 30周年纪念的 就这一年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 你应该要尽快 报名参加 参加这个会议 我相信很少人 除非是那些 去参加什么大型的 我不知道是 这种什么叫 高科技3C产品的 那一种发布会 或者是什么什么 观摩会 研讨会大型的那一种 世界性的 那以宗教信仰 宗教来说 这一场应该是破天荒第一招 就是创历史的 时间看起来有几天 这个后面 我还会觉得 应该要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各个组别 其实已经都陆续 我们在会议中看到 它越来越成型 其实赶在6月底以前 第一批的资料 已经要准备好 那么到7月中 再有一些来回修订 到7月底 就要交给这个网络公司 那他们就要开始 进行他们部分 然后到9月应该要测试 然后到10月给大家 开始上线参与会议 真的是 我要讲的就是 真的是历史上 应该是写下历史 这就是了 非常诚挚地邀请各位 你要先报名 你说 我就不太了解里面 怎么会几天时间 还不几 你还有时间 我们会让你慢慢了解 但是 先报名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找鸟计划 报名 就要找参加费的 找鸟计划 好像是到6月底吧 之前就20块钱 之后就30块钱 美金 那详细的 你要跟你的协会联络 那这首歌曲 各位先学下来 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那个佛光歌选 有欢迎歌 还有欢送的歌曲 这一些 大家要把它唱得很习惯 有些时候佛光人的聚会 就会唱这些 它有点像带动唱 很能带动气氛 总是今天 这首短短的歌曲 但它重复 因为画面很丰富 会大概有五分多钟吧 你听完了 大概就要学起来 而且要会把它 你不用看歌词 你就要会背的了 好吗 我们一起学习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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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